今天是講那個第十二章的Jubility Trance 那... 然後 因為這一章也讓我體會到參加讀書會 你要選章節的時候 盡量選前面一點 因為它 它裡面基本上都是based在前面很多的講過的東西 那它其實based在這邊 前面這邊ONICA、ROA、TD、Messler、SawSaw、Q-Learning、Offline 然後後面我StableOnline這個灰調是 它裡面有一小節其實講這個東西的一些疊價跟應用 那不好意思我今天就沒有再cover這一邊 應該是在書裡面conclusion前面的那一小節這樣子 那如果... 就是可能請大家自己再去... 如果有興趣的話再去...這樣子 好 那所以今天在講的時候可能 你前面講的那些知識點一些細節的東西 就是我在做slide的時候是假設 大家已經是都是知道的情況 所以你就不會再講那個直接疊加在上面 那它到底對原本的這些方法裡面做了哪些改變 或它加了哪些東西 從這個角度來講 好那開始破題是講 那什麼叫做你的Jubility Trance 那中...我不知道有沒有台灣或是大陸的翻譯把這個東西翻出來 因為直接翻是很奇怪 就是適合的追跡或是追蹤什麼的 就是我沒有看到一個中文翻譯講這個東西啊 那...但是它到底在幹嘛 第一個它是一個... RL裡面的一個... 這邊是用mechanism一個方式這樣子 那...有兩個方法我們可以來解釋它 第一個是它有點像是一個概念上的一個... 對於蒙蒂卡羅法跟TD這個方法的一個Bridge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解釋為什麼叫它是一個Bridge 它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參數叫Landa 那...透過那個Landa設定為1 它就會變成蒙蒂卡羅法 設定為0 它就變成TD法 對...那... 所謂的Jubility Trance裡面Landa 通常都是設定1到0中間 那等一下我們來看為什麼它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是第一個你可以從比較理論上的角度來講 它其實是去Bridge的蒙蒂卡羅法跟TD法 那...第二個方法我覺得是比較從Fisco的View去看 它就是一個...它就有點像是把... 這件事情發生以後它就做一個紀錄 所以...然後紀錄以後它會隨著時間而慢慢去Decay 慢慢...把這個紀錄變成...就是...弱化 然後同時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會看到以前... 如果這件事情在以前比較發生... 其實比較近的時候發生的話 它的這個Trance...你的...你的這個追蹤的痕跡啊 就會比較強 所以...第二個角度你可以從這個...這個角度來看 它就有點像是你的記憶 記憶這件事情曾經在之前...而且比較近的地方發生過這樣子 那這張圖...其實我還蠻喜歡...就是... 課本裡面沒有...但是我從網路上抓的一張圖... 它把...我們...這一年...快一年多了...對...然後... 學了幾個方法的...的...關係...用這張圖來...呃...展示一下... 那譬如說...從... 這個...中軸的話...它是想...從... 從...backup...是...你是採...全部的backup...還是... 從...sample的backup... 或是...全部的backup...像... 然後...或者是...你...整個...整個...完整的search... 那...這是一個...你...完整的...把所有的東西都跑過的...做法... 那...我們...目前講...蒙蒂卡羅...或是...TD的方法的話... 大部分都是用...sample的...這個...backup...的...方式... 就...下面這一...這一段... 好...就是... 這邊有那個... 沒有...好...沒關係...那... 反正...大家看就是在下面的這一塊... 那...今天講的...就是我特別把... 爛打圈出來...就是剛剛講的那個爛打的東西... 它隨著...這個...變化...也就是... 橫軸這邊...它來看說...如果你是比較... ㄟ...謝謝...謝謝...謝謝... 如果... 好...那...我還是...就是...如果是... 痾...痾...橫軸這邊的話... 如果是...你每...走一步...你就做一個...取樣...然後...做一個更新的話... 就是...比較是這邊想用... ㄟ...謝謝... 好...好... 所以它就是...一個比較shadow的...backup... 就是...你每走一步...它就更新一次的方式... 那...它就是...比較像是...我們之前學的... TD0的方式... 那...如果...你是像蒙蒂卡羅...就是... 我們知道...就是...走到最後一步... 你才一次...全部整個更新的話... 那這邊叫...backup...這樣的方式... 它就是...比較偏像蒙蒂卡羅的方式... 那...在介於中間...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這個重點...就是... Traspility... Elegibility Trace...這樣子... 好... 那...這邊開始做... 一些...推導... 好...那...這邊先...先推導的是... 它從...這個... backup tree的...假設... 這個圖其實...我們在前面講... TD...Messor的時候... 其實都有...講過這樣的圖的方式... 那...TD0就是...一步的話... 我記得它就是...走一步... 然後...就回去做...backup... 那...我們也學過... 就是...這個... N...N...Step的TD... 我忘記了... 第八還... 我忘記第幾章了... 那... 這個...兩步...三步... 這是...其實就是... 前面有講過的... 這個... TD的這個方式... 上面這個圖... 只是用...用這樣的方式... 那... 蒙蒂卡羅的話... 它是在... 就是...你整個都走完... 到最後一步再做整個更新... 它只能用圖式的方式... 來... 講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東西... 那... 我這邊先秀出來... 是否可以... 可以做一個對比... 我們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好... 那... 上面是圖的方式... 下面是... 我們用公式的方式... 再來複習一下... 蒙蒂卡羅... 那... 蒙蒂卡羅基本上... 呃... 這邊的RT... 呃... 它跟書上的那個... 標... 書上好像是用GT啦... 就是... 我真正最後的那個... 那個... 累積的那個... 整個累積... 它... 以蒙蒂卡羅... 它是... 全部的加起來... 那... 只是因為... 你每一步... 你必須要考慮它的那個... 地減... 所以這邊有一個... 加碼的那個... Decay... 在這邊... OK... 那... 我們... 這個只是做一個複習... 就是蒙蒂卡羅裡面的... GT... 它是用這樣的方式算... 那... TD它是一步的... 所以它基本上... 它是... 只有... 一步的Decay... 那... 後面是用一個... 去鋪出來的VT... 然後... 加上你這一步的... RT... 這樣子... 得到... 得到你的... RT... OK... 那... N-Step-TD... 就是... 譬如說... 以兩步來講... 它只除了看你... 這一步... 導致的Return以外... 那它還多看了... 下一步... 的Return... 那只是因為... 它跟現在的關係比較弱... 所以成這樣... 乘上Gamma... 然後以及... 兩步之後... 所有的Return... 乘上Gamma的平板... OK... 那... 那... 繼續推導的話... 如果到... N-Step-Return的話... 就是... 從... 一直往下延伸到... N步的情況... 好... 到目前為止... 這一張其實是... 完全就是... 複習的... 的... 東西... 好... 那我們要開始講... 這一張開始講... 比較特別... 比較新的... 的部分... 那... 這裡面... 它要開始講... 一件事情... 就是說... 好... 我們之前有學過... 這個... N-Step-Return... 那... 可不可以把... 譬如說... 兩步... 三步... 合起來... 在一次裡面用... 所以... 這邊舉了一個方式... 譬如說... 欸... 我用了... 2-Step-TD... 跟用了一個... 四步的... 4-Step-TD... 那我各給它... 1-2的權重... 來組成一個... 新的... 這個... Return的公式... 其實也是可以的... 就... 也有人這樣去試... 得到... 不錯的結果... 好... 那... 它從這個角度出發... 它其實只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 你前面的這個參數... 1-2... 兩個加起來... 必須等於1... 那它把這樣的想法... 繼續去延伸... 放到我們整個... TD... 爛打裡面以後... 它用爛打這個參數... 放進來以後... 它... 就得到了下面這個公式... 那... 它的前提是這樣... 就是... 我必須要... 所有的... 這些... 前面的參數... 加起來... 那... 概念上來講... 其實... 它就只是... 這個... 這個概念... 的... 延伸... 然後延伸到... 無限多... 的情況... OK... 那... 這個公式... 應該講說... 因為這個... 這邊的... 這... 我們要... 全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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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因為它是無限... 所以... 它會變成... 1分之... 1-難打... 所以... 再乘上... 1-難打... 讓它回到1的狀況... 基本上... 公式就是這樣來... 就是... 它基本上就是... 這一個東西... 然後把它延伸到... 無限以後... 然後... 前面的參數... 我們用... 1-難打... 然後... 下一步... 再多成一個... 1-難打... 一直... 這樣成了以後... 全部合起來... 那... 我會讓它... 最後得到... 這個公式... 整個... 我推倒... 就是這樣子... 好... 那... 同樣... 它用... 圖形的方式來講... 就是... 你的... 你在... 看T 的時候... 你的... 第一步... 它裡面... 去... 去... 成... 那個... return裡面... 它去... 成了一個... 1-難打... 那... 下一步以後... 再多成一個... 難打... 所以... 你看它... 它... 第三步的話... 就是... 再次... 成... 難打... 所以... 你看它... 它... 第三步的話... 就是... 再次... 成... 成... 一個... 那... 爛打... 一定大... 就是... 0-1之間的一個數... 才會有這個... Decay的效果... 那... 在... 這一個... 裡面... 特別講一個東西... 就是... 假設我們到... T 這個時間點... 在前面的rotation... 也有講... 就是... 整個episode... 終止的時間點... 那... 到終止的時間點... 然後... 其實我們後面做一個... 積分... 那... 它其實就是一個... 爛打... T減... T減... 小T減... 翅膀的... 這個... 種子這樣子... 好... 那... 所以呢... 前面那張圖... 跟... 前面的... 這個公式... 這個圖跟... 前面的公式... 其實我們可以做一個... 再做調整... 就是我們把... T之後... 的部分... 通通獨立拉出來... 那... 前面參數是... 爛打... 大T減... 小T減... 去乘上... 因為我們到... T了以後... 就是... 最後的那個... return已經出來... 就是GT嘛... 所以再乘上GT... 那... 前面的部分... 我們用... 原本的公式... 留下來... 那... 只是... 這個... 這個公式... 只是把... 前面的... 它如果是... 出現部的... 推到裡面... 全部都給... 修出來的話... 那我們... 特別把... T之後的這一段... 給拉出來... 就會放到這個樣子... 好... 那... 這個地方... 從這個公式裡面... 它就會導到... 我覺得是... 這一邊裡面... 最神奇的地方... 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用這個公式裡面的... G... 然後... 把它帶入... 原本的... 參數的這個東西裡面... 它就是... 它... 順便說... 這個方法... 就是... offline... offline... 那... 我們來看看... 這個方法... 到底... performers 是怎麼樣... 好... 來... 我們回到... 剛剛的那個公式... 就是... 呃... 這個是... 剛剛那個圖裡面講... 大T之後的... 的部分... 然後... 這是... 大T之前... summation的部分... 所以... 爛打等於1的話... 我們就把它帶進去嘛... 1-1這邊就變0... 爛打等於... 1的四方就不管了... 所以就等於... 整個大的RT... 就是... 前面的... Protation是用GT... 那... 那... RT等於GT... 這個就是... 蒙蒂卡羅的... 的... 的... 的公式... 對... 所以說... 為什麼... 1帶進去以後... 你就會得到... 蒙蒂卡羅的... 那個... Return的公式... 那... 一樣... 我們把它帶進去... 如果帶成0的話... 帶成0的話... 後面這一項... 因為0的N次方... 就是... 呃... 0的N次方... 應該是... 1... 欸... 我想... 0... 0... 0的幾次方都... 還是0... 對不對... 對... 所以是0... 真的不見... 對... 然後... 1-0... 所以... 基本上只會剩下... 就是... 這一下... 然後... 爛打... 應該... 應該是... 應該是... 0的N次方應該是等於1吧... 欸...是0...還是等於0... 這個1的0次方... 對... 就... OK... 方等於0次方... 對... 好... 對... 所以它的0... 等於0... 就是... 前面這... 全部東西... 應該都會... 五件... 然後... 最後會剩下一個... 呃... 0的0次方是1... 所以... RT... E... 就... OK... 謝謝... 所以這邊應該會剩下一個0的0次方... 對... R... 對... 所以就剩下... 帶1的一個RT... 這樣子... 對... 就是又回到我們TD0的公司... 好... 所以... 呃... 這裡面在解釋就是... 那個Landa這個神奇的參數... 來Bridge了... 這個蒙莉卡羅法跟TD0... 這兩個方法這樣子... 對... 對... 好... 那... 前面講的部分其實都比較... 是... 就是... 數學推導... 因為我們大概有一個概念... 就是Landa他去Bridge的東西... 那... 我們真的把他用那個公式... 然後去跑RL的方式以後... 那這邊... 呃... 作者他有去... 跑了這個結果... 他把... 他跟... 我們的... unstepTD... 的方法... 兩個來跑... 那其實他的... 他的結論是說... 其實... 呃... 第一個結論是這樣... 就是說... 在兩邊的case裡面... 第一個... 爛打... 的值... 他通常就是... 也是在中間的值... 解釋一下這張圖... 就是... 越低的話... 表示他的Arrow是越... 越小的... 所以... 從我們的角度... 我們當然會希望... 呃... Arrow越小越好... 所以... 看這個底的話... 意思就是... 如果... 你看那個到越低... 就是我們越想到的結果... 好... 那... 這裡面的圖... 最低的... 其實在... 爛打等於... 0.8的情況... 那或者是... 以... n... step的話... 最好... 大概... N等於... 4的情況... 那他裡面... 因此得到... 第一個結論就是說... 你的爛打... 不會是在0... 或是1... 這種... 極端值的時候... 得到... 最好的結果... 而是... 在中間的指... 會得到一個... 比較好的解錄這樣子... 那... 那... 但是他不是... 像1... 他不是浪打... 是... 就是... 點9還是9... 點9... 對... 點9嘛... 點8... 所以... 事實上就是... 也不要... 就是... 好像也是很透近1... 但是不是1... 對對對... 這個... 最後有結論... 有一個地方有人講了... 對... 他也是一樣... 秀了這個... 他的實驗經驗... 對... 他通常就是... 接近1... 但是又不到1... 的部分... 表現最好... 對... 好... 那... 所以... 這張圖來講... 就會發現... 是Landa 0.8... 的Pompomence... 好像是最好... 然後... N等於4... 的Pompomence... 那... 他... 得到第二個結論是... Offline Landa... 還是比... nstep的TP... 這個方法... 好一點點... 那我這邊畫了一條水平線... 可以看到... 就是Landa 0.8... 的時候... 是比...n等於4... 的時候... 在更低的一點點... 這樣子... 對... 所以他的... 結論就是下面這邊寫的... 第一個... 都是中間值是比較好... 第二個... Offline Landa... 是在更好一點點... 那... 這邊他用一個圖來講... 因為... 從前面我們講了很多... 或是我們拉回前面看一下... 這邊所有的... 呃... 所有的公式... 我們看到的時間單位... 其實都是... T... 往後夾... 就是... 我站在我現在這個時間點以後... 我去看我下一步的Return... 我下下一步的Return... 然後... nstack... 我就是下N步的Return... 我都是往後看的情況... 那... 到目前為止... 我們... 前面講的這所有的方法... 我們都是一種... Forward View... 所以我們看未來... 的情況... 所以... 你所有的公式裡面... 其實都是... T...加1... T...加2... 可是... 站在這個時間點... 要看... T...加1的情況... T...加2的情況... 把這些數值... 在未來得到以後... 把它拉回來... 去... 估計以後的值... 這樣子... 那... 這種方法叫做... Forward View... 那... 今天講... TdLanda... 會... 帶入一種... 叫做... Backward View... 也就是... 它會用一種方式... 讓你的公式... 是... T... 減1... 的方式... 去追蹤... 而不再是... T...加1的方式... 那... 它怎麼做呢... 就是... 介紹了這個... TdLanda的方法... 那... TdLanda的方法... 其實它是... 引入了... 一個... 參數... 叫做... 這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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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就是... 我們先用... 符號E來表示... 那... E的公式... 基本上就是... 在... 這邊... 投影片上面... 畫出來的... 那... 它的一個重點就是... 我的... DT步的... 它等於什麼呢... 它等於是... 我的前部... 但是我乘上... 一個... 加碼... 再乘上一個... Landa... 等於是... 這個有點像是... 你可以想像... 它的... 就是一樣... 衰減率... 跟學習率... 兩個像乘這樣子... 的東西... 對... 然後再加上... 你這一部的... 真正的一個... Delta的變化... OK... 那... 這是公式... 那... 下面這個Delta... 其實... 就跟... 原本的Td... 是一模一樣的... 原本Td的Delta... 就是這個公式... 只是照張貼回來... 然後原本的... 因為它這邊用的... Td... 它是用... 用參數的話... Linear參數的方式去做... 所以... 原本的... Td... 然後... Linear方式的話... Wt... 加上... Alpha... Delta而已... 那... 我們用Td... 它就在乘上... 這個... Elegibility Trace的一題... 就是在過程上... 後面這個一題... 好... 它做了這件事情... 到底帶來什麼好處... 是這邊的 Summary... 就是書上... 裡面去寫... 第一個... 呃... 在... 在... 呃... 在... 我們加上... 這一部以後... 因為它... 這邊等於是說... 我是... 用每一部... 我每走一部... 我就會去... Update一次... 1... 那... 第二個是說... 我... 我... 每一部的話... 因為每一部... 每一部都Update... 如果... 這樣子... 我們如果跟... 蒙莉卡羅來比的話... 蒙莉卡羅... 它一定是在最後一部... 我在一次... 全部更新... 所有的參數... 所以... 你在執行... 或是在計算的時候... 你就是... 這個東西... 你記錄... 可是到了最後一部... 你再全部把它更新... 於是你最後一部的計算量... 你會... 會很高... 那這邊再講的是說... 它把這個計算... 都給平均的分配到... 每一部去了... 所以我每一部... 我就在更新... 把相關的變化... 給記錄在這每一部裡面... 所以我的... computation effort... 也會被我... 從... 原本蒙莉卡羅裡面... 最後... 高的那一部... 拉回到... 我的... 每一部裡面... 去計算... 對... 這是... 它認為這是... 很好的優勢... 因為如果你從硬體的角度來看... 我如果是一個... Burst... 那我的... 我就會... Pen在一個... Burst的地方... 這樣子... 好... 那... 第二個... 另外一個好處是... 因為我是... 每一部... 每一部在... 更新跟計算... 所以... 像蒙莉卡羅... 我什麼時候才... 才能去更新我整個東西... 我一定要等事件結束... 所以我只能解一種問題... 叫做... episode... 的...問題... 對... 那... 如果我們用了這個... TDLine... 的方式... 那我就... 可以把它去解... Continuous... 就是... 永遠沒有結束的... 那種... 因為... 我每一部一樣... 照樣更新... 然後我每一部都可以更新... 然後我... 都有TD... 然後我都可以回去算... 所以... 書裡面在講說... 它的好處其實... 兩個東西... 第一個它把... computation average... 給... 平均化... 那... 第二個的話... 就是... 它可以去解... Continuous... 那... 這邊是有點像... summarize... 就是說... 呃... 因為我們RL裡面... 其實... 一直... 在解的那個... 問題就是... credit assignment problem 就是說... 我最後得到一個... 好的... 結果... 那這個結果到底是... 誰的功勞... 那... 誰的功勞... 那... 傳統上來講... 這邊... 你們有說到... 就是傳統上來講... 有兩個方式去... 去... 分配這個功勞... 一個叫做... 就是... 你... 如果常出現... 那我就... 你有出現... 你就給你功勞... 你越常出現... 你的功勞... 就給你越多... 第二個方式... 就是... 你越接近... 我真正出現功勞的時候... 我就... 分配給你... 越多的功勞... 那... Elegy-Brain Chance的話... 就會像... 它是有點像... 兩個方式的結合... 所以... 你一出現... 我就給... 然後... 它會開始... 然後... 你又出現... 我再加... 所以... 它就會呈現這樣的圖形... 所以呢... 當你最後的時候... 出現的時候... 它就等於是... 有點像是把... 這兩個方式... 就是... 如果你出現越多次... 而且越近... 你的值就會越高... 你的... 動線等於是... 就會越高這樣子... 那就是... Elegibility Chance... 你如果從... 物理意義上來... 思考的話... 可以想像成這樣子... 去想... 那... 這個東西... 是從物理意義的角度... 去解釋... 前面的那個... 公式就是... 就是... 這些的公式... 你可以把它想成... 這個... 你可以的公式... 可以把它想成... 這樣的... 一個... 一個... 一個圖形... 這樣... 會比較... 對我自己來講... 我覺得會比較好理解... OK... 好... 所以... 這項目只是在重複一下... 同樣的公式... 那... 這邊... 這張圖其實想要講的是說... 因為我們前面講說... 我們之前的... 不管是... 不管是... 都是一個... forward 的... view... 那... 那... TD 蛋打以後... 變成一個... backward... backward view... 為什麼... 因為... 你在... 現在這個時間段... 你... care的變成是... 前... 呃... 前面的... 就是... 你在這個情況下... 你其實... care的變成這個... ET... 那ET等什麼... ET等於... 前面的ET-1... 等... 某一個值... 所以... 你每一次... 新增進來以後... 其實... 你會去... 你去... 你需要更新的... 其實是... 前部發生的事情... 跟前部的... 所以... 它用圖來顯示... 我覺得這個圖... 有點不好... 就是... 這邊其實應該是... ET-1... ET-2... ET-3... 一直延續下去... 不過... 其實也是可以用... ET... 就是... ET... 基本上... ET-1... 對... 所以... 它是說... 你從... 從... 這個概念的角度... 它其實是一個... Fake World View... 跟前面的... For World View... 是不一樣的... 那我自己會習慣... 是從... 你從公式的角度去看... 前面的部分的公式... 你其實... 你全部你都必須要... T-1... 的值... 也就是說... 你必須要... 未來的... 的值... 那這未來的值... 你超無限出的... 試驗去得到... 那直到這邊... 其實你要知道... 是... T-1... 就是1... 的T-1... 的值... 也就是... 你就可以去收集... 你之前發生過的事情... 那... 所以導致... 我就是一個... Continuous Problem... 我也可以計... 因為我就是... 現在發生以後... 我就... 拿前面的值... 可以計算... 我下一步再發生... 我一樣是拿前面的值... 我就可以計算... 而不再是剛剛講的... 就是... 我如果一定要看... 未來發生次... 那我... 不好意思... 那我一定要有一個... 中指... 然後拿... 去算現在的值... 所以... 利用這個... T-1... 讓我們... 把... 只能解... episode... problem... 改成... 能解... computers... problem... 那概念就是... 從... 但目前講很多... 我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想要討論... 因為這樣講... 其實還蠻乾的... 那個字... ET的concept... 可以再稍微... 就是... OK... 他其實... 我覺得他只是... 他去導入了這個... ET的這個值的公式... 去記錄耶... 但是... 你要講... 好像... 他把... W的值... 用了這樣的... 這正式挑戰的公式... 用這樣的方式去... 去強化... 這邊的... 這個... Delta的... 數量... 對... 他基本上就是... 讓... 這個... 這邊的... W的... 它能發生... 就在改變的時候... 它能發生作用... 就在你這個限定的時間之內... 就在你這個限定的時間之內... 對... 太之前或太之後... 都不會... 都沒有作用... 對... 它的... 整個這個... 核心... 對... 核心概念就是這樣... 再請問一下... 這個... 這個... R view 的部分... 是... 這一張才開始有的... 就是... Backward 跟... Forward 的 view... 你們前面好像... 欸... 為什麼... 因為前面都講... Forward view... 前面的都是Forward... 全部都是Forward view... 對... 那到這裡才需要用... Backward view來看... 對... 應該要想說... 它把TD LAN打這個東西... 引入以後... 對... 才有... Backward view這個... 這一拍的出來... 喔... 這TD LAN打... 對... 就是它把這個E的... E的這個概念... 引進來以後... 然後它去記它... 前面發生的事情... 對... 所以重點在TDLAN... 對... 對... 所以它就是變成... 用這個... 這一拍... 就是用Backward view的方式... 來算... 的能力... 那... 欸... 我想... 對... 我想要講的是這個... 不過... 這個... 只是照書上... 貼下來的... sudo code啦... 那... 我覺得...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看... 它只是把前面的東西... 寫成程式而已... 那... 我覺得... 因為... 一樣就是說... 應該是... 前面的... Offline LAN打Return... 它還是一個... Forward view... 那... TDLAN打是一個... Painward view... 那... 所以... 它在這一張... 它引入了這個... Painward view以後... 它說... 我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 所以它接著... 它其實要證明一件事... 你用這個方法... 你可以得到... 跟之前的方法比起來... 好不好的效果... 如果你的效果很爛... 那... 我當然不講了嘛... 那... 如果你效果跟之前一樣好... 可是你又帶來... 剛講的兩個好處... 第一個... 你可以把所有的計算... 給平均化... 第二個... 你是可以算... Continuous problem... 那... 當然這是一個好的方法... 所以... 它就用這張圖... 等於有點來... 看說... 好... 那我... TDLAN打... 這是一個... Backward view... 那... Offline LAN打... 這個還是一個... 前面的... 那個... 嗯... Foreward view的情況... 那... 所以它的結果... 他說... 欸... 其實... 看起來... 差不多... 差不多... 沒有差很多... 而且... 欸... 應該講... 而且啦... 就是說... 假設... 如果你的... alpha值... 就是... 前面那個公式裡面的... alpha值... 是... 偏比較大的話... 那還是... 這個... offline LAN打... 的... 結果... 是比較好... 對... 就是... 這是... Foreward view... 它是說... 假設我的... 譬如說... 我以0.8... 那... 我的... 我以0... 很明顯... 這個小很多嘛... 所以... Foreward view... 你在 alpha... 比較大的時候... 它還是比較好... 可是... 當我的... alpha... 沒有那麼大的時候... 其實... 如果你看到這邊... 然後... Lan打0.8... Lan打0.9... 這個值... 其實就... 沒有差很多... 所以... 結論... TD... Lan打... 就是... 比較... 它比較差一點點... 如果... 你的 alpha... 射很大... 可是... 在實物上... 你可以... 不要... 射這麼大的 alpha... 你可以... 射這麼大的 alpha... 可是... 應該講說... 它的好處... 是... 在剛剛講的那個... 我讓... 計算平均的... 讓實物上... 我可以... 不會卡... 對... 然後... 我可以去解... Continue 20 的話... 所以... 你在... 任何一個... TIMSTAR 當下... 都是... 往回推的... 就是... 更新... 舊的... 所以... 所以... 你即使... 它... 它這個問題是... 連續性... 沒有... 沒有一個... 斷點...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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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回合... 它就可以... 一直算下去... 一直更新... 那... 不像... 像... 模擬卡羅... 是到最後... 一定要... 最後... 才一次更新... 那... 模擬卡羅... 它的缺點就是說... 如果... 中間... 的一些... 那個... 鋁臥不是很好... 你一直... 到最後... 算出來... 我才知道... 所以... 浪費時間... 可是... 它這在過程當中... 它每一部都會去update... 好... 所以... 這裡的Continuous就是指每一部去update的意思... 不是... 呃... 也可以這麼講... 最前面沒去吧... Continuous Problem它的對應就是... episode的Problem... episode就是說... 我會有個結束... 就是一個事件結束了... 那... 所以... 你就可以等到事件結束以後... 一次的更新嘛... 可是... Continuous Problem... 你可以看到... 我們日常生活的... 生活好了... 就是一直在發生... 它不會有一個結束... 對... 那...所以... 你永遠都... 你永遠都沒有時間去更新你的... 的情況... 對... 因為說... finite... 跟infinite... 對... 就是... 一個空間... 有中間... 齊局... 它是有限... 它一定... 有個勝負嘛... 可是很多情況下... 它是沒有最終的... 或是... 沒有每一回合... 對... 這種... 沒有... 沒有這種... 幾回合... 幾回合... 這種... 就是...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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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回合的... 有次數的觀念... 就... 但... 但... 有些問題... 比如說... 沒有一個... 怎麼... 這一個回合... 它永遠都是一個連續的... 你到哪裡... 它就一直要判斷... 當前的狀況是怎樣... 做... 做調整... 所以這... 自家車就是一個... 屬於連續性的問題... 好... 對... 所以... 它其實... 應該講... 你的... 它其實是在... 它的... 它主要是延伸了它... 它... 它可適用的題目跟... 範圍... 對... 從這個角度來講... 從這個角度來講... 這樣... 好... 再往下... 它就是... 繼續... 就是延續這整本書一直以來的精神... 在某個方法上... 我們開始在做... 一些改進... 然後希望這個改進... 再帶來一些好處... 那... 這邊它做的... 改進... 就是它把... 呃... 回... 回到... 剛剛講的那個... Landa Return的那個... 整個的G跟... 它的整個... Messor... 裡面... 它用了一個... Troncate的方式... 所以... 呃... 那... 我這... 我這下面用中文... 來講好了... 就是... 剛講說... Offline... Landa Return... 這... 這有點拉回... 更早之前講的那個題目... 就是... 就是... Fore View裡面... 那... Fore View裡面... 我們剛剛講... 它沒辦法用在... Compute As Problem嘛... 因為... 你必須要等到最後一步... 你才能怎麼一起更新嘛... 那... 它就說...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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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改變辦法就是... 那... 那... 它把... 最後的幾個... 給... 丟掉... 它只... 留... 某幾步... 譬如說... 我... 我... 就是... 有點像是... N很大的... N step... 爛打... 就是unstep的作法 所以這邊講的是 他用chunkhead的方式 他就不需要把整個episode泡完 那公式來講 其實這個公式跟前面的公式 就會是一樣的方式 這邊就沒有什麼變化 差別只是他就是把 原本你必須要走到最後一步 那他等於是有點像是 我規定一個n假設是100 那我就看到100步 然後就假設到100步就結束掉 就這樣子 然後去就是帶回原本的公式裡面去算這樣 對 這個只是他 這應該講是 我的感覺是這一節他只是做一個補充 因為前面我們一直在講說 Peg world view 他比較好處就是可以解continuous problem 那for all view不能解continuous problem 那這邊提出了另外一個方式說 其實你還是可以有一個方法 叫做chunkhead 就是你把後面的步給砍掉 那你設一個n 那這個n可能是100步 200步 或是夠大的一個步數 那你就一樣是可以解continuous problem 那這是另外一個方法這樣子 所以他是固定設一個n 不是說看什麼收電條件還是什麼 就是你剛才講 固定100步他就在100步把後面砍掉 其實就這邊的那個公式的h 就是h 對 oh h就是那個n的意思 是嗎 不是n n就是 對 對 對 這邊公式裡面h 就是他的 t加 應該是t加n t加n就是h 對 t加n就是h 對 t加n就是h 就是n步後 t加n就是h 因為t是 譬如說t是現在這個時間點 對 然後我要走n步以後 那個時間點叫h 對 所以就是t加n 然後有n去那一個時間點 對 所以就是我剛才的問題 他如果採用這個方法 他的n就是固定的對不對 你固定在什麼時候 就砍掉後面的東西 不是說看什麼收電條件來決定 要不要砍掉 你應該說他只看到那裡 後面都不看 對對對 那n要不要固定 我覺得這是一個後面他們研究 可以去做的變化 對 對 就是他們應該還可以去研究說 你n 例如說你要多大誰要夠大 然後他可不可以是動態的 這些東西應該都還可以去研究 就是 對 對 但是書裡面沒有去提 沒有去提 他只是講的有這樣的一個方法 那可是如果你去看這些公式 其實他跟 就是你有t 有大t的時候的公式 其實基本上就是幾乎是一樣的 就是你有一個結束的episode的部分的公式 幾乎是一名的公式 這樣 對 可能是看自己的條件吧 能算到多久的時候 就算多久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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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n5越大 那以實物上來講 你一定就是越大的記憶體 跟計算量 對 對 沒錯 就是你講的 n越大記憶體 會越大 對 所以你剛才前面講的也是 tn打的方法對不對 就是左邊的方法也是一定比 右邊的計算量很大 對 左邊的方法它計算量有沒有比 右邊大 我會大一點 不是啊 因為就是說照你的料 達到每一步到更新的這種效果 對 它每一步應該講說 它每一步的那個需要的計算量 跟你如果是最後一次性更新的計算量 它大概小很多 對 每一步的 跟這個最大的比方就是小很多 它是平均以後的 就把 有點像把每一個最後一步的計算量 去給算到每一步去算 所以小很多 所以我誤會了 我誤會它是每一步都要算 所以我 它每一步都要算 對 對 它每一步都要算 只是你每一步就一點點的東西 會算 好 每步算比較快 對 好 當時 之前 講的是 offline lambda 現在要講的是一個 online lambda 那我先講一下online lambda的 觀念 呃 它的觀念一樣 就是再拉回來 我們有點像是那個 那個 就是conjunus 的發文 那一樣 那我要解這個conjunus的problem 然後我要用 亂答這個方式的話 那所以它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 剛不是有講troncate嗎 就是 100步以後 那我 我如果把這個n 變成動態 就是 我執行一步 我就把n設為1 如果我執行兩步了 我就再把n設為2 執行三步 我就再把n設為3 所以 它每執行一步以後 它就會執行 譬如說我 我的 剛剛的n 就是 假設我 應該講這邊h等於1 如果回到剛剛講t h就等於t加n嘛 那它t先設成0 就是現在開始是0 然後我走 一步 就h等於1 於是它就把公式更新一遍 然後 然後 一樣就是 帶回去算這樣子 那如果我走了兩步 我把n設為2 於是 我必須要再 從2這邊開始更新回去 然後 而且 應該講 這邊比較特別的就是 更新 兩步的時候 它這個值其實 這一個值 並不等於這一個值 所以 它其實除了更新我的 第二步的這個w以外 我還要再回去 我更新 我這個第二round裡面的w1 然後 如果是 以n等於3的時候 那我一樣 我要從3 再更新回2 然後再更新回1 就是3步都要再更新 那它用這樣的方式 來達到 我每一步 都可以做一次的更新 對 所以這又是一個新的方法 對 這又是一個新的方法 那這個這樣子講 它有達到每步的更新了 那跟你 就是你剛才的那個 那個 n-step更新一次 那個都是從 原先的 右邊的東西去modify的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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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這樣子 你在這裡 你在這裡達到這樣 每步更新的想 那是不是就很接近9倍的 到這裡之後 是不是就很接近 剛才的continuous 對 它就是希望可以在 continuous的 就是去解continuous 這個newness的方式 對 我的意思是 這邊叫mother 過來跟你的 是不是就等一次TD浪達 有相等嗎 又不是 後面會相等 還沒到 還沒到 對 因為它先 它這個書裡面結束 它怎麼知道 它先講了說 我先講一個offline line 打的這個forward view的方式 然後接著它講 因為forward view 你必須要有episode去聽 那我可不可以用 闖K的方式 n步就先停掉 所以是這一頁 開始在講說 n步就停掉 然後這樣算也可以 那接著它又更進一步 就是 我先走一步的話 我就好像這個 闖K n等於1 如果我走兩步 我就是闖K n等於2 然後走三步我就等於 闖K n等於3 然後我每一步 都一直在增加 然後一直在增加 然後這個計算 所以 你一直走 我就一直在 整個衝頭算 所以當你 n等於 譬如說h等於100的時候 我這就是從 w的100 100 拉回去 一直算到w的130 呃 110 就是 一直算回去 所以 你每走多一步 你的計算量 就會繼續再 再增加更多 所以我看一下 下一頁 這一頁我再回來 它 它就變成像這樣一個結構 就是你在走第一步的時候 只有這個 那你在走第二步的時候 你為了 應該 我剛剛跟你講說 就是你為了要算 這個東西 所以你會從0 開始算回來 就是你會算兩步 就是 對不對 我剛剛有點講反 它是從0 這邊往這邊算 那一樣你在 T步的時候 你就是從0 哇一直算到這邊 對 就是 呃 這個 這個東西 它其實應該是從這邊算 然後 算出來 這個以後 呃 然後這個東西 帶到這邊來 然後去算出你的w2 23 對 不好意思 我剛剛應該是講反 所以它是 我為了要算出這個 我只好先算這個 然後為了算這個 我只好先算這個 對 所以是這樣 一路一路 一直算一下 所以我每 多走一步 我就是 好不好意思 就從1開始 一直算2 3 4 這樣子算到N 對 但是我真的要取的 其實是它最後這一步的值 對 只是因為我這一步的值 我取不到 我只能取它前一步的值 去再加這些東西 所以它只好這樣一直在算 所以你走了幾步以後 就要一直延長一直延長一直延長 然後就 越算越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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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張圖就是說 好 我用了 剛剛那個方式 就這兩個圖的比較就是 我用了一個 online的這個方式 跟我offline的這個方式 比起來到底 結果是怎麼樣 對 那結果它 其實大家看這個圖 就是一樣 就是看誰月底 就越好 其實 我自己看我覺得幾乎比不出來 誰好誰壞 那 下面的文字說明是說 online的好一點點 對 對 就是大家看 我不知道大家看這兩個圖 感覺是 有覺得哪邊有特別好 對 看那個 對 它在α0.4的時候 就稍微 稍微低一點點 對 就是好像還是有好一點點這樣子 對 那 那 這個 這個圖要解釋的就是說 我們用這個這麼複雜的方法 OK 這叫做online的land algorithm 會帶來 比我們之前 用比較簡單的方法 達到更好一點點 這樣子 對 但是一樣 就是我們剛剛在討論裡面 其實已經知道 就是說 當你要用這個方法 你就一直算 那假設我只要1000步 你就算死了 對 那你下一步 1000步 是 再一次 全部都要再重來一次 繼續算 OK 那你才能達到一點點的好處 好 那如果 這張到這邊就結束的話 那我們大概不會 特別去提這個方法 因為這個方法 可能缺點大於優點 如果這樣聽起來 那 神奇的部分就是 有數學家去證明了 就是說 我為了算 最後的這一個斜的這個東西 其實我不用把前面的這個三角形都算出來 那 公式 就是 12.15的這個公式 嗯 書裡面也講說 有某篇論文 有去證明說 他怎麼去算斜的這一排 可是 卻不用算前面的那一些東西 那 就是 那個論文在證明 12.15這個公式怎麼來的 對 那 我 不好意思就是沒有再特別去看那個論文 但是 我們假設 那個論文 證明 他已經證明了這件事 就是 我要算 W 的 T 我其實 就是 我可以 我可以用這個公式 去算出來 那我就不用 像 前面這一頁講的 把每一部 通通都算出來 我只要算 每一部的最後的那一個 就可以用這個公式去 去 倒出來的事 就是 那 他的標題 他標題加一個true 是什麼意思 嗯 我不曉得 為什麼要加一個true 但是對我來講就是說 前面 裡面有解釋 說裡面有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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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看到 OK 我沒有沒有印象就是 好 我忘記了那個書裡面幾個解釋 所以 說 這個 翻證中文 就是說 他比 Online Namda Return 要更 比TD Namda更像 Online 在 十二之五的開頭 十二之五的開頭 十二之五的一二三四五六 第七行 好 我 因為 講的 我那時候我自己的理解是說 因為他讓這件事情變成比較可惜 對 好 因為 相對於前面來講 可以想像他是一個金字塔的算法 就是我沒走一步 然後前面的N步都要算 那這邊其實我只要算一步 那 那這跟我們今天講的那個 Elegibility Trace有什麼關係 他在證明過程中 其實他有用到這個 這個這邊的ET 他又把ET拉出來 那 這個ET 跟我們之前 剛剛定義的ET 其實非常像 第一個 前面這一項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VANDA GaVa32E T-1 那 後面這一項 是有點不一樣的 那 那這就是他 數學推導的過程 然後他算出來的 這個後面這一項 那他把這一項叫做一個 Dodge 的Trace OK 那這只是他的數學定義 然後 用這個定義 他可以推出來 這個東西 然後可以去做我們剛剛的事情 對 那 原本這個東西呢 他也給一個名字叫做 叫做 一個 accumulating的Trace 那他說在 這兩個東西之前 其實他有一個東西叫做 repressing Trace 那不過他書裡面也講 就是說 基本上現在 就是 已經不用repressing Trace 就是了 他就是把這個東西給取代掉 好 然後 一樣 就是 他是用Dodge 就是 如果你要做 True Online TD的話 你就是用 DodgeTrace 這個公司 然後 擺前面這個公司 然後 你的wait 好 一樣 Slow Code一樣 就是請大家 自己看 然後呢 那這邊的觀點 喔 這邊有點數學推導 但是 觀念的部分是這樣的 就是說 我們前面講 Eventibility Trace 都是在講 TDE Learning 然後講 講 因為那個方法是 TDE爛打 的那個方法 但是 其實呢 他用了這個 Linium Version 的 農曆卡羅 的問題裡面呢 他就是去把它做 推導以後 他其實會得到 呃 這個 就是 ET 就是 嗯 就會得到 類似的 Eventibility Trace 好 那這邊的數學公式 跟 推導 呃 我想 請大家自己看好了 我自己看 就是 反正就是 一步一步一步 推導下來 那你花一點時間 其實還是退導的下來 那你花一點時間 書裡面有一個 那個公司 是寫錯的 就是 他那個 這邊我要畫的 不太清楚 就是 書裡面的數學公司 是加上αx 其實這個是沒有α的 就是 加上xt 才對 再 配 你 這是 舊版的 新版的 已經改了 新版已經改了 OK 後來你加新版 他都 那個 ET都改用ZT OK 對 反正這邊的 ET或是講ZT 就是講我們 講的音 那個音的就變了 确實這樣子 對 好 那這些都數學 推導 然後 所以 後面那個是沒有α 那 我一開始在推的時候 很痛苦 是因為有α 我怎麼推都推不出來 然後後來 再回去 這整個推導一遍 就發現他應該 就是 就是硬錯了 就沒有那個α 那整個其實就會 你就照著推 其實就順順的 就可以推下來 要花時間 那我想 在這個場合 在一個推導下來 應該太無聊了 我 他 整個這一節 他其實只要講一件事 就是說 這個DodgeTracks 並不是只是專門 for TD Learning 他在 摩地卡羅的問題裡面 他用了 DodgeTracks 然後他去 一直推倒 一直推倒 一直推倒下來的結果 他也會發現 這個類似的 這個程式 類似的這個方程式 就是了 然後所以 他的結論就是說 Elegible Tracks 應該是 用途還是很廣 不會只是用在 TD Learning 這樣子 OK 後面一樣 就是 他開始把 Elegible Tracks 這個概念 往其他的 algorithm裡面走 那所以 他就推倒出來的 SASA 爛打 那一樣 就是SASA 跟我們前面的 TD主要的差別是什麼呢 是 基本上就是 多了這個 A 我們是用 Action的方式來看 而不是以State的方式來看 所以 基本上 所有的公式 跟原本的SASA 的公式 跟我們前面講的 TD Line 都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 把 A這個參數 給放進來一起算 所以 所以我不想有這個公式 但是 基本上我把它 標出來 如果你去比對前面的公式的話 差別也是把 QHat ST WT 前面是Delta QHat ST WT A這個 這個 參數給放進來 那 重圖的表示就是 你從白的 變成這個 黑的這個 A的這個 State 白的是State 那A 黑的是A型的部分 公式是一模一樣的 到這邊為止的推導 包括 Elegibility Chess的公式 也都弄都一模一樣的 那 下面這個 只是它的 Code一樣 就是 我不再 多說 看圖比較舒服 這樣子 好 那 這裡面再講的是這樣 針對 就是 Greed Wall 我們走要怎麼樣走到這個 G的這個圖的話 譬如說我們真正的走的路徑 是這樣子走 One step的Sasa 基本上 你只看最後一步的前一步 所以你只會記這個東西 然後 N step的Sasa 譬如說 十 step的Sasa 其實就是看前面的十步 眉部都會記 那 以Sasa Nanda來講的話 它其實是 眉部 它雖然記 但是它記的會 用Nanda 0.9去Decay 所以它用圖示來表示 就有點像是 它會越記越弱 它一直追蹤到前面 只是越來越小 它的影響也是 影響也是越來越小 記憶也越來越小 就是這樣子 那它是說 這通常是一個好的 作法得到比較好的機會 對 對 好 證明 剛剛講說 這樣是比較好的結果 它就是用這個圖 它去比較了N step的Sasa 跟Sasa Landa 那 Sasa這邊是用 recreasing trash的結果 那 這圖就很明顯啦 就是 基本上 在很多的 Landa的設定下 都是比N step的Sasa 來的好的 對 就是 直接 記這個結論其實就可憐了 那 另外 它也 另外一個實驗裡面 它去比較了 Online Sasa Landa 跟Sasa Landa的差別 那它得到的結果 也是Online Sasa Landa 會更好一些 對 中間不好意思 有跳過那個 Online 就是TrueOnline Sasa的證明 跟那個步驟 不過 類似的東西 對 好 最後這個 欸 應該還沒到最後 就是 它又在 引入一個新的觀念 在原本的概念上 引入一個新的概念 就是說 我們前面所講的 Landa Gamma 譬如說 拉一個公式來看 OK 除了那個Landa Gamma 我們其實都沒有標註它的時間 也就是我們假設它在 不管哪一個時間點 它的Landa 跟Gamma 都是固定值 那它從學術的角度來看的話 它說 欸 其實這邊還有一些可變化的地方 就是 我們讓Landa 跟Gamma 它是一個Variable 它是一個變動的 所以它的每個時間點都不一樣 然後它再試著把這一件概念 Landa T 就是Gamma的T的時間柱 標註給標上去以後 帶回這件所有的公式來試一遍 那看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那它就試著推倒一下 但是書裡面並沒有講 這樣的效果到底好不好就是了 它只是說 這是一個方向 那我們可以試著這樣 那它就把公式擺出來這樣 好 呃 好 我知道大家 大家聽到這邊很累的 跟我看書 看到這邊已經快瘋掉是一樣的感覺 但是 這邊 一樣就是 前面 我們講的其實都是 啊 policy 的情況 那 它繼續延伸 就是 Ellegeputation 我會用在 off policy 那如果大家拉回 應該是第九章裡面講的 然後第九章裡面講的 然後第九章裡面講的 off policy 它就是用這個 importance sample ratio 去帶入 所以 它的這邊的公式 就沒有什麼特別 就開始把 law這個比例 給帶到原本的公式裡面去算就是了 好 所以 帶進去以後 它就可以去算 off policy的狀況 好 呃 基本上進尾聲 最後一兩個 arguism 這邊講的arguism 是walkings 那 walkings是 是什麼 它是把q learning 再導入了這個 爛打的概念 那一樣就是 如果你回去翻q learning的公式 它就是前面這一段 來幫你算q的值 那 跟這個 爛打有什麼差別呢 就是你再把這個1 呈上去 呈到這邊 齁 那 其他的概念 呃 它這邊講的一個概念是這樣 因為 q learning裡面 我們大部分都是用 Aption greedy的方式嘛 帶這個 這個 那如果 你是選到那個 none greedy的方式 你就把它設為0 那 好 而且它定義了這樣子 一個規則 然後說這個叫做 那個sa的這個函數這樣子 然後把它呈到 原本的q learning裡面的效果 好 它就是把q learning 呃 q learning導入了 爛打這件事情 呃 一樣就是 書裡面沒有講這個方式 到底帶來的效果 是怎麼樣 它只是說q learning 可以用爛打這樣的方式來輸入 就是 好 然後 呃 類似是講 trip back up的方式 這是有點像是 AVG Salsa的 的東西 你把它導入了爛打 是這樣子 那我 我覺得 重複的東西啊 只是 不同的 演算法 再把爛打加進去 就會怎麼樣 好 總算到最後兩頁 一門 pation issue 跟conclusion 呃 呃 其實 前面我們一直在講的就是說 呃 就是 如果農曆卡羅法的話 我必須在最後一次性的更新 那如果 我用了這種 pd蛋打 我可以讓它平均 下來 在每一度去 去算 那這個東西的好處 其實都拉回來這邊講 呃 書裡面的講法是這樣 就是說 雖然看起來是算價很大 很可怕 但是其實很多的 你的jubility chase 都會接近零 或是是零的狀態 嗯 那 這個部分其實你就可以把它pun掉 就把它刪掉 就對了 你就不去算 那你只要算真正有值的 的部分 就好了 對 那這個方式其實跟現在 Deep Learning裡面 呃 我們很多的 網路 你在真正在實用上來講 我為了要符合 我的edge device 我的計算力有限嘛 所以其實我們很多時候會把接近0的weight的那幾個node 給刪掉 其實是類似的概念 那它只是說 你實務上你可以做這件事情 讓你的計算量來變小 那 第二個是說 你這些trunkhead的這些node return的這些方法 可以 達到這些計算的效率 那 但是你可能需要一些另外的memory 那 下面這兩張圖 課本裡面沒有 但是我覺得其實很有趣 可以拉出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看的 請不請 左邊這張圖 其實是 應該是那個 Google的Deep Learning 欸 是Deep Learning那個實驗室 示出來的圖 那它在講一件事情 它說 六年前的那個 LXNate 六年前的LXNate 那時候 它去算它的 我為了要把 LXNate給change出來 所以我需要的 那個計算的 computing power 他說 欸 它算出來大概是這樣 到現在 2018年 以上次那個SARS講的 AlphaGo Zero 來講的話 它的計算量大概是這樣 那 你看說 欸這還好啊 就是好像幾倍 不過這邊是Log的 的指數 所以呢 它是說 在六年 你為了change一個可以跑的Net 你的計算量已經增加了 三十萬倍啊 我不知道大家對摩爾定律熟不熟 摩爾定律是 欸 十八個月 兩倍啊 對 一點 一點五年兩倍啊 那他說 我在五年就要成長三十萬倍 的計算量 對 所以 以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是 就是 以計算力來講 遠遠不夠啊 那 現在在業界 那 包括了就是很多 除了training以外的 另外還有推出的部分的話 其實 業界因為大部分 我們現在都是用GPU 在做這些training啊 這些東西 那 像Google 他們就開始往 這邊是統一一個名字叫APU 就是 AI相關的PU就是了 就是 像 Google他推出的就是叫TPU嘛 他就是用特殊的 方式 來加速 但是 讓這個怎麼算的東西 更有效率 就是了 那 以剛 那個 以了druity trace來講 他的 他的算法的複雜度 其實應該就是 很高啊 對 那我們可能還是需要 有更好的 方式 那包括 傑森大子 之前有講的 spiking new network 我們可能都很期待 他可能會有更高的 Efficiency的效果出來 不然現在實務上 其實 這樣的方式 可能在實務上是 但是 還 沒辦法去應用 對 對 好 那 這一頁其實是回應 那個 Larry 一開始的時候有問說 那個 有講到那個LandaValue 他做了很多不同的實驗 在不同的題目上 包括 MountainCard 包括RandomWalk 或是 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樣的 的 的實驗 Card跟Pool 就是 那個會不會轉的實驗 那所有的實驗 其實 都一樣 就是 越地一樣都越好 那Landa的值 通常大概都是在 0.8-0.9 這一塊 達到最好 那再更 接近1 又不好 再接近1 又不好 所有的東西大概都是這樣 的情況 這是從實務上 他們試驗的結果 看到的 好 真正的最後一頁 就是 呃 就是 其實這個 這個應該講是 Landa提供了一個 方式去Combine去Bridge的 王力卡羅法跟TV法 那它包含了這些 好處 就是 王力卡羅法的好處 跟TV的好處 然後呢 都可以 significant增加 Lanning的速度 然後 在有Combination of Tense 對Course的情況下去 增加這個速度 那這是我書本上給我們的一個 的 conclusion 就是 就是 辛苦大家 一起走路在裡頭 問問題 問問題 我問一個基本觀念 這裡一直講 Online Offline 其實就是指說 全部跟每次batch 的意思 對不對 你說每次 就是 Online就是一直更新 在過程當中一直更新 Online就是全部的 可以得到一個 結果 然後一次更新 這叫Online 對 通常這就是一個 epsole 的結尾 然後更新一次 對 那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後面 後面幾張都 跟前面都有 掛過 因為我覺得這張 應該應該是最後 集大成 然後全部都 因為第13張好像是講 新的東西 13張 就是 跟GreatDesign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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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問題嗎 如果沒有問題 我補充一下 我看到 The BAD Trace 再一些其他的 應用 那 這邊有很多朋友 之前 在讀書會 阿爾讀書會前面沒有參加 那 在第二次的讀書會 我講 15張 就是 阿爾在 Newal Science 的一些 common 的 oral lab 的一些研究 那 Newal Science 在 HBAD Trace 這個 這個概念上 其實上 就是 生物裡面 那個 這個 Dopamine 那個 那個 Enzyme 它 會去 在 腦的各處 去調控 每一個 神經的 這個 連接 它的強度 那 應用在 Newal Network上面 以及 神經科學的一門 數學理論 叫做 Theoretical Neural Science 或叫 Combinational Neural Science 看到 最近 尤其是最近這一年 開始出現 幾片 把 HBAD Trace 應用在 Spiting Neural Network上面 那 Spiting Neural Network 它的 演算法 目前 還沒有統一 我所謂演算法 就是 像 那個 Deep Learning 它 現在 基本上 大家都用的 那個 BAD Trace 這種 學習演算法 那 Spiting Neural Network 目前 還沒有找到一個 可以跟 BAD Trace 匹敵的 那 因為 Spiting Neural Network 它還有 Spike 所以 那個 BAD Trace 它是基於 微積分 微分的 連續 函數 然後利用 Chain Rule 來推導 所以在 Spiting Neural 它是Discrete Spike 所以 它沒有辦法 直接拿來用 那 事實上 它可以經過 一些 Tracy 的方法 讓它變成 可為的 這以後有機會再提 在 HBAD Trace 應用在 Spiting Neural上面 現在 一些研究 它應用什麼 就是說 Spiting Neural Network 其中 有一個 學習演算法 是基於 生物的 一些發現 叫做 Spiting Time Dependent Hercity 翻成中文 就是 基於 時間 可塑性 的 脈衝 翻得不是很好 但它的意思就是 這四個字 是 這個東西 是在講什麼 它講的是 一個 Neurons 跟Hormone Neurons 它們要發生 這個 學習機制 彼此之間 前面一個神經 跟後面一個神經 它的 Trigger 的 是很重要的 那這 事實上 有一些 簡單的數學 那這也只是簡單提到 這是 STDB的概念 就是 這兩個 要有 偶合 它們之間 觸發 的 時間點 是有相依性的 前一個再前後 然後後面的 區塊 它才會有 如果是後面的先觸發 前一個才觸發 它的效用是 負的 它基本上概念是這樣的 那 HPAD Trace 用在這方面 它除了剛剛講的這裡外 它兩個的 中間的學期 必須要在 你的 HPAD Trace 就是 Decay的 時間 之前 它才會有作用 有聽懂的意思嗎 比如說 HPAD 從 開始 到Decay 它 它像一個 Sine Wave 它是像高峰 起來 再下去 那 我看過一天 研究 目前上 生物的證據大概是 3秒 就是說 一個神經 跟另外一個神經 它發生 學習的機制 要在這 3秒以內完成 在這 3秒之前 跟3秒之後 你再怎麼 它怎麼 怎麼去 其中一個 再怎麼 給它 很大的 這個 Input 都不會有作用 這是 HPAD Trace 應用在 新的 神經網路模型 上面應用 那 我有看到一篇 Paper 它 Claim 加上了這個 方法之後 比原先的 標準型的 SDDP 的 Rending Rule 所以 這個 未來 有可能 在 Spining 如果它發 有一個大躍進 它可能會佔一個 很主要的角色 在一些 Paper 它把這種 Lending Rule 叫3-Way Lending 除了 SDDP SDDP 有前跟後的時間 的關係 再加上 BNT Trace 所以它稱為 3-Way Lending Rule 這未來有可能 會是一個很 很主要的研究方向 目前 Spining New New Network 只能做到 AN的 這個 backpocation 接近 看比 backpocation差 但是很接近 比如說 以 MNIST 這個簡單的 這個 阿國數字的 資料集的辨認 最好的CAN的結果 大概是 99 可能 99.5 99.8 那 SAN 可以最高 如果我印象記憶沒錯 大概可以最好的看到 大概是 99.1 左右 還是略差一點 但是這只是 最簡單的資料集 再更複雜的 比如說 Internet 10 100 那差距就還很遠 這是我看到的 LGBA Trace 除了在阿拉的應用 在 這個 Newer Network 特別是 Spiking Neural 這一排 它的一些新應用 OK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要謝謝 DAMON 今天 非常之一 的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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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謝謝